彈力長數為K的氫彈網 其上端固定在天花板上 下端是一個質量小M的物體 使物體從原廠 原廠處內禁止4% 射重力交度是等於G 物體至平衡點 這是新的平衡點 下降到最低點 它指的平衡點是指新的平衡點 下降到最低點實際內 彈力對物體所施的充量為何 施的充量就等於動量變 在對低點的時候速度等於0 在平衡點的時候速度多少 這叫V2 這是初速 這叫V1 在平衡點的話 它的那個速度 就等於參考員的速度 就等於Rm 就等於Rm 現在R是多少 R的話就是正弧 這是正弧 這是受力等於0的地方 所謂受力等於0的意思就是說 張力跟重力抵銷的地方 這段距離多少 這段距離的話 這段距離就是這個 因為這是延長度 所以這裡是在平衡點的生長量 所以是K K 這段距離叫X0 或是叫R 事實上是正弧 Kr等於多少 Kr跟重力抵銷 就等於小mg 所以這R 事實上是等於K分mg Omg 我們知道 這個減血運動的Omg 是跟它有K分m 那現在的話 它所做的充量 就等於動量的變化 動量的變化就是小m V1 減掉V2 V1等於0 現在V2的話 V2是往下 加個V就變往上 所以是m V2 V2是多少 不對 應該是V2減V1 墨數減初數 V2等於0 這個大小是等於Omg 現在的話 因為它本來方向往下 Omg變得往上 我這裡指的是大小 它方向往下 所以這算是等於m r 然後Omg mr 那mr omg 我就知道這個等於多少 r是多少 r是k分mg m 乘以多少 r是k分mg 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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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